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老爷爷送给小女孩一个礼物 只要一个按钮就有住不完的房子的故事 在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 在森林里开了一个商店 他每天的生活日常 就是给自己喜欢的花草树木浇浇水 然后等待自己的顾客光临 正在老爷爷坐在柜台前发呆时 一个小女孩抱着自己的宠物是狄仔跑了进来 老爷爷觉得很奇怪 房间里的鸟儿也很嫌弃史迪仔 小女孩表示自己想要给史迪仔买一个房子 于是老爷爷收了小女孩这张糖纸 卖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房子 史迪仔看见了真的很喜欢这个小房子 小女孩欢天喜地地离开了 爷爷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 可是第二天 小女孩也带着史迪仔和一条小龙仔过来了 显然住着他想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可是小龙仔和史迪仔实在太调皮了 他们趁着小女孩和老爷爷交谈的过程 不小心打碎老爷爷的花盆 吃掉老爷爷的植物 正当老爷爷生气时 门门又来了一个大家伙 大怪兽进门前就把几个花瓶给震倒了 这里可没有这个大怪兽能住的房子啊 老爷爷生气拿着扫把他们赶了出去 他可不需要一群调皮鬼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小女孩利用带着自己的宠物离开了 老爷爷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 平静 凝合 可当他看着装堂纸的钱罐子 忍不住有些想念的葛条比可爱的小女孩了 于是老爷爷做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他把房子拉到小女孩的树下 看着老爷爷前的小女孩 连忙从怪兔身上划了下来 他抱着花盆 表示这是赔偿爷爷的 老爷爷收下花盆 十分高兴地告诉小女孩 这个房子是给他的 这次老爷爷没有收下小女孩的堂纸 而迪仔和小龙仔 也都念旧地看着爷爷表示抱歉 老爷爷微笑地让小女孩 打开了房子的机关 我的天哪 一个小木箱瞬间开始爆炸 攀岩着大树而上 一个一个地蹦出一座一座房子 直到整个树上都挂满了小房子 小女孩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的宠物没有地方住了 他一定会在这个森林里和老爷爷一起快乐地生活下去 故事画风非常可爱暖心 而老爷爷和小女孩 一个知错能感 一个宽工大度 所以他们才能成为往年之交 将心比心 也许是人与人之间交际最重要的东西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地订阅小丽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遇到各位чик